冰箱里边还剩块肘子 咱们简单给它解冻一下 吃一个虎皮肘子 现在给它保持一个姿势 然后咱们把肘子表皮 给它简单烫一下 烫掉上边的虎毛 顺便可以去一下肘子表皮的鱼腥味 然后拿小刀把烧焦都污过 给它刮洗干净 刮洗干净以后 咱们给肘子焯一下水 然后底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底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准备干大葱 咱们给它切成小段 然后准备点姜 准备块豆腐 咱们给它切成小块 水开后咱们不用打红沫 直接把肘子给它捞出 咱们用手刀 把上面的筋给它割一下 简单的改刀以后 咱们拿这个煎一点的东西 再扎点小眼 让里边的汁水给它流出 这个是昨天炸五花的那点油 有温温温温热 咱们把手子 给下头锅冻 简单给它炸一下 而且在锅里边皮皮啪啦啦 就跟泡面泡一样 有点过年气氛了 咱们肘子炸至微酵 给它捞出 然后咱们趁着这点热油温 把豆腐给它炸了 咱们把豆腐炸至金黄 然后给它捞出 今天就一个肘子 咱们就用这个电压里锅 然后咱们把提前炸好的肘子 下到锅中 花脚会皮香叶花椒干辣椒 提前准备好的葱姜 下里边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生抽 老抽 然后来点红曲米 稍微再凉凉的 来两个冰糖和一下味 来点蚝油 小火咱们给它压上一个小时 接下来给大家来一个 我练习时长两年办的一个 赞金的小节目 你剪三里开 飞索索不出来 海鸟和雨下来 只是你太意外 咱们这个炸子 相当烂乎了 我又给它泡了一个小时 这颜色 颇为诱人 然后咱们把这个 煮肉的料 煮肉的汤 你看它到底 把炸好的豆腐 再来点土豆粉条 就这几分钟啊 这肚子啊 也晾得差不多啊 咱们给上边 把这汤汁 再给它浇上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哎呀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这肘子不是很大 三斤多吧 首先咱们撕闻一些啊 稍微来点这个瘦座 哇 嗯 滋滑 其实吃肘子的精髓在于啊 抱着啃 哇 超级满足啊 咱们把这个肘子啊 给它来一个小型的盖饭 你们别说啊 这个肘子啊 肉串还蛮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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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真是太爽了 接下来咱们给这柱子上来点这个 这属于剁椒酱 哎呀超级满足啊 哇 接下来咱们来描一块柱子皮啊 看收尾来一点点啊 还有点这粉条 然后来点地葫芦 给它弄得烂会点 然后米饭就给它拌一拌 再来一拌算了 那就吃了 所以我也可以fertiti 就很可怕 好 吃了 最可怕的 只有 也是 太爽了 哎呀 搬上辣酱 还多手一点辣 来吧 四十五 五十六 五十六 一玉米 五十五 五十八 五十五 五十六